至于在教刊方面,新圣四本教刊后的附记是在第295页,是相当于宗宝本的定绘品的部分。 发现附著写着中,日文,原本,看心看镜,天部,这于,以下空白,下文此门作禅原不这心意不这静意不是不动以上此文所破译,右边有日文字母,故,这心这静不动不起云,莫书。 从上述可知经文的,看心看镜,早已被主张改成,这心这静,从教刊角度来说,日本学术界应以五种版本中最早的敦煌本作为依据而尽量求同,所以做产品经文应该采用,看,自来配合定绘频道做产品的文艺脉络发展,再说较早期的敦煌本,大胜四本是以,看,自为主的,而较晚期的得意本。 松宝本才是以,这,自为本。 2010年11月29日笔者将两方论证过程整理后,发现加上北宗禅集就可证明,谈经,做产品经文用字应该是,看心看镜,才正确。 以下是研究过程记录。 2009年6月4日记录。 A,问题与两方论证。 含两方论证潘重归老居士所编的,敦煌谈经新书,作禅第五所含经文先出现,这心这静,但是接着都改用。 看心看镜,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为何不沿用前文所用的,这心这静,哦,金刚经,六祖弹经,多用,见,字而喊用,看,字,搜寻,大正藏,资料库比较,见,与,看,两字出现比率,见,字330344项,看,字8641项,2008年版,大正藏,资料库, 附图一,二,若与禅观或四念处的观心无常或是,心经,所说的观字在菩萨有关系,那么为何不用,观,字,而且手抄本,看,字,者,字很相似,为何不防范后代读者误判呢,神秀所者的,观心论,是笔者目前唯一发现使用,观,字的例子,潘重归教授所者,敦煌谈经新书, 塑禅第五所含经文先出现,这心者静,但是接着都改用,看心看静,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为何不沿用前文所用的,这心者静,90年代后期电子佛典,大正藏,第2008经则全部采用,这心者静,搜寻2008年版,大正藏,资料库探讨出现比率,这,自共74928项,前面之文有图可参考, 一,金刚经,中佛陀的教诲得知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而且其他佛经说,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佛法是要打破现象界的分别观,故有一花一天堂,一杀一世借之说, 由于,金刚经,说,一切有违法,如梦幻泡影,如禄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所以不应,这心,即,这静,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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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用看心,看镜,香 应该是如是柱,如是降伏其心,而不是如同观看刹那变化的影片影像的观看法,因为那会是更疲劳的,心动疲劳,如同,道德经,所言的,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耻诚甜烈令人心发狂, 愣言经,也说,三元断固三音不生,则辱心中眼若达多,狂性自歇,歇及菩提 好,这好比喻到不如意事实,应该转念而不是执着那种困境状况,所以不应,看心,即,看镜,香 看心,即,看镜,香,此种想法是否受到儒家三省己身,减点身心的观念影响而有,大概是受天台宗旨观禅法影响的吧 可参考归封宗密禅师所着的禅元诸泉及兜序,探讨禅教一致及演变成儒,是道三教合一的根源,与唐大佛教完成中国化的过程,是要吸收在地的中华文化原先的儒家,到家营养而成长的 好,像花心 像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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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2010年9月1日记录,初次从佛经经文教导是什么? 谁人须知,这新者禁,是不对的来想,所以依照这个霄文解读经文的逻辑,认为该段后出的字应该用这字 宗上所述可知从文字训骨及文脉的一理诠释来讨论,笔者最初以为是,这新者禁 但是参照北宗禅集后发现应该是 看心看镜才读得通顺的 应该是看字才对 因为禅宗典籍有出现评论 看心看镜之资料可查 会因保健类似手写字及教育部 国语词典网站之一体字 证明是否古代 这字与看字的手写版相似 所以造成超经生物超成 看字了 使用这新着镜的有力支持者 1.新闻风出版公司影印出版的 大正藏纸本第48册第2008经 2.中华电子佛典协会 CBETA出版的大正藏 第48册第2008经 3.佛光山出版的六祖坛经 李深示意笛本用明末以来流通最广的宗宝本 4.佛光山出版的佛光大藏经 的蝉藏与路部所含的六祖坛经 做蝉品采用 这新着镜 第37页倒数第5行到第38页第二行 5.龙藏 第131册瓷土著述 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做蝉品采用 这新着镜 及障道也 6.镜空法师所者的六祖坛经讲记 09年4月1日号档案提及 坛经 开顿教之门 五宗之所自出 流通1300多年 遍及海外 是以版本很多 丁福堡居士所见到的就有十多种 其中被后人所篡改除很多 我最初看的是丁福堡兼著本 提到这新着镜 是错误 应该是看心看镜 才对 以后也曾经见过七种不同版本 其中以普惠大藏经 曹西原本最善 此次宣讲 依曹西本为主 并参考流通本 明末以来流通最广的宗宝本 及敦煌本 2009年6月5日记录 净空法师所者的六祖坛经讲记 做蝉品采用 这新着镜 是采用气松本系统 在明朝末年重课的曹西原本 笔者认为是得一本的再刻本 下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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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 另一方的有力支持者但是,使用,看心看静,的有力支持者。 一,丁福堡所作的,六祖坛经兼著,用,看心看静,说明原因提及俗本物作,这心这静,敦煌堂写本,神会语录,问何不看心? 答看即是望,无望即无看,问何不看静,答无垢即无静,静意是相,是以不看。 按,北宗皆叫人宁心入定,助心看静,起心外照,设心内政,顾南宗以不看心不看静辟之。 二,研究,经孝顿黄本谭经,艺顺导师的著作,华语集第一册第五项小于经孝顿黄本,谭经,孝勘纪大于,在作禅第五经文中有关,看心看静,或是,这心这静,知事,他主张用,看,字,原本, 作,这,经改,或是,大正藏,电子佛典,用,这,比较相近而小异于敦煌博物馆人子遗钞本,用,看,知楚,或是,三,眼陪法师所者的,六祖谈经讲记,用,看心看静,或是,唐一玄教授教定本的,六祖谈经,用,看心看静,或是,唐一玄教授教定本的,六祖谈经,用,看心看静, 第122页内容标题,作禅不,这心,不,看静,六,承上,灵木大卓孝敦煌本相似于,潘重归老居士所编的,六祖谈经,作禅第五,所含经文先出现,这心这静,也许宋代惠心本产生后就有传钞错误了, 因为最新发现的古鞋本敦煌本是用,看心看静,的,但是接着都改用,看心看静,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第122页灵木大卓孝教敦煌本用,看心,一次,看静,两次,依照伦敦博物馆发现的考古资料敦煌写本呈现的文字就是,看心看静,为何不沿用前文所用的,这心这静, 可能是古代抄经生抄错一次就不敢再错下去了,就照样抄写,看心看静,乐,民国九十年代后期电子佛典,大正藏,第2008经则全部采用,这心这静 但是定绘品还有出现,看心,观静,七,成上,杨孝敦博本全部采用,看心看静,第123页内容标题,作禅不这心不看静 林英义,因梅迪塔深,内瑟贝科姆阿塔切德托明诺康坦普特破地,在深思中,既不是变得依恋伴随执着于心,也不是思索沉思冥想纯洁,将,看,自解释成思索,沉思,冥想,禅是禅纳之简称,原意是净律,近似止观,定会 8.敦煌新本六组谈经全文 敌本为敦煌博物馆仁子仪超本含新式标点符号,而潘重归老居士较定新编的敦煌谈经新书,用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8册第2007经为敌本而用,看心看静,可能是看守超本结果因自行相近而误判 佛陀教育基金会印证,副手超本影像,其内容大致全同于张先生输入的网络版的敦煌新本六组谈经全文 敌本为敦煌博物馆仁子仪超本,但第一次用,这,心,这,静,之后都用,看心看静 如此造成读起来文艺前后不通,但是参照北宗禅集后发现应该是,看心看静,才读得通顺的 9.网络版的敦煌新本,六组谈经,全文,本文底本为敦煌博物馆仁子仪超本 由张先生输入,主张用,看心看静,2009年下载所得 内容大致全同于,南宗顿教最上大圣摩赫波罗波罗蜜经六组会能大师于韶州大范四施法谈经 一卷,但有部分错别字已更正,http-blog.tcu.edu.tw-index.php 不等于维尤尔蒂克尔与阿尔蒂克莱德等于1031与不吉德等于123 张先生著名,类为正确字,到底是根据什么书改用,看,字 可能是参考潘重归老居士教定新编的,敦煌谈经新书 也可能是参考周少良所编的教定本,思,查证 查阅,大正藏,会因保健,类似手写字者或是教育部,国语词典 网站之一体字,证明古代,这,字与,看,字的手写版相似 所以造成读者误判成,看,字,而经文教导世人须知,这新这境,是不对的 所以初次依照这个销文解读经文的逻辑来想,则该段后出的字似乎应该用 这,字,可能会纵上所述认为从文字迅古及文脉的一理诠释来讨论 应确定为,则新这境,又找到有力支持者 CBETA出版的,大正藏,第48册第2008经 佛光山出版的,六祖谈经 但是经过笔者搜寻2008年版,大正藏,及万序藏 资料库,发现禅宗典籍有出现评论,看新看境,知资料 所以应该是,看,字才对 2010年9月1日,楞严经,中阿南七处征心,看新 佛说,心不在内,意不在外,经中有中国祖师加上的 例如,真空不爱妙有,妙有不爱真空 笔者学佛得知,楞严经劝人物在缘起法里打转 应从如来藏性直接下功夫 无韵也都是如来藏性 物质与精神全都是同一如来藏性 佛珍惜所有的生命 因一切生命是清静心引现出来的 实相是无相无不相的 身心是不相离的 第一,小节 一,一贯道道场所用由台南市东门路天剧书局所出版的 六祖谈经先天解 采用,看,字,底本用明末以来流通最广的宗宝本 采用,看,字的理由何在 而且仅就文本提供的文字来解读 则其解释似乎不易配合文脉 但是参照北宗禅集后发现应该是 看心看尽,才是正确的 佛光山出版的六祖谈经底本用宗宝本而采用 这,字,可能是依据CBETA发行的电子佛典的 二,天剧书局所出版的六祖谈经先天解 出版于民国77年11月 笔者早期买的就是这一版 是使用,看心看静 而佛经电子版是采用民国90年代后期的 此期间是否网络版大正新修大藏经已经较定更改过了 最近买到的六祖谈经先天解 是出版于民国96年5月的再版本 但是仍然维持使用 看心看静 是否学界早已发现此一问题 而经过讨论定案而确定采用 这新这静了 三,也许是余景伯寿的著作认为应该是 这新这静,而早就造成误导 大正藏,的经文了 因为一般学佛者初次从文艺来解读 似乎都会认同是现今使用的网络版 大正新修大藏经 虽合理 但是参照北宗禅集后发现应该是 看心看静,才是正确的 佛光山出版的六祖谈经 底本用宗保本 而其内容吻合上述的网络版 大正新修大藏经 四,比较,大藏经 经文,只就做产品的部分来说 大正藏,第48册第2008经的经文全部采用 这新这静 但是第48册第2007经 这新这静,只采用一次 之后都用 看心看静 如所复经文 南宗顿教最上大圣摩赫波罗蜜经六祖 慧能大师于韶州大藏寺师法谈经 敦煌本2008年版 作产品部分之经文 善诸事,此法门中 作,作,禅缘不这心 亦不这静,亦不言动,不是不动 若言看心,心缘是旺 旺如唤故无所看也 若言看静,人性,性,本静 唯妄念顾盖父真如,离妄念本性,性,静 不见自性,性,本静 心起看静,却生静妄 妄无处所,故知看者看却失妄也 静无形相,却立静相 言是功夫,作此见者张 仗,自本性,性,却被静服 若不动者,见一切人过患是性不动 迷人自身不动 开口即说人是非,与道违背 看心看静,却是仗道因缘 括号内自是笔者就佛法义礼 及自义更正者 六祖大师法宝谈经 松宝本2008年心事标点符号版 作禅第五 诗事众云,此门作禅 缘不这心,亦不这静,亦不是不动 若言这心,心缘是旺 知心如患,故无所这也 若言这静,人性本静 由妄念故,盖父真如 但无妄想,性自清静 起心者静,却生静妄 妄无处所,住者失望 静无形相,却立静相 言是功夫 作此见者,仗自本性,却被静服 善知事 若修不动者,但见一切人时 不见人知事非善恶过患 即是自信不动 善知事 迷人身虽不动,开口便说他人是非常短好物 与道违背 若这心这静,即账道也 五,网路版的敦煌新本 六组谈经 全文本文底本为敦煌博物馆人子一抄本 由张献生输入 主张用,看心看静 六,叫晚出版的书或是电子佛典都采用 这心这静,但为何同样是电子佛典而 南宗顿教最上大圣摩赫波罗蜜经六组会能大师于韶州大范斯施法谈经 为全部一律改用 这心这静 CBETA2009年5月公布的较定经文之资料 比2007经的最多 但该经有关做产品内容仍维持上述情况 送上所述,得知,六组大师法宝谈经 做产品经文应该是,此门做产,原不看心,亦不看静,亦不是不动 副图一,搜寻,大正藏,资料库比较,见,与,看,两字出现比率,见,自330344项,2008年版,大正藏,资料库 副图二,搜寻,大正藏,资料库比较,见,与,看,两字出现比率,看,自8641项,2008年版,大正藏,资料库,金刚经,六组弹经多用,见,自而喊用,看,自,见,自330344项,第三节结论 著名学者钱穆教授,杨曾文教授与艺顺法师,对六组弹经作者问题的研究与解答,是反驳胡适谬论的重要论点 其内容摘要如下,1930年胡适的神会和尚一集,富有论文小于何泽大师神会传大于,提出,弹经,是,成于神会或神会一派之首,的结论 胡适指出,弹经,古本中,不有怀让行思的事,而单独提出神会得到,与者不得,所以,弹经,是,神会杰作 前幕的小于略述有关六组弹经之真为问题大于一文反驳胡适的,六组弹经乃出神会自由捏造,的意见 胡适的这个观点为应顺法师所驳斥,错误的根源,在,胡适,不知顿黄本 弹经,成立的过程,而误认顿黄写本为,弹经,最古本 弥顺法师并于1971年出版,中国禅宗史 近年来,中国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弹经,的基本内容代表了会能思想,同时其中可能也有后人增益的成分 杨曾文小于,弹经,敦博本的学术价值探讨大于一文中强烈的指出,弹经,当是会能的弟子法海边路,系非神会或神会弟子所作,也没有可信的证据是别的什么人所作 有关,弹经,做产品部分的经文研究,笔者的心得记录如下 1932年松本文三郎,1869-1944的著作,六祖弹经的书制学的研究,指出敦华本弹经的错别字类型,其中包含静式静之物 1942年于锦博寿,第二禅宗史研究,所提供的敦华本,弹经,错别字五种类型,可得知相似之物就包含了看者,他认为看是者之物 以上两人的说法比对北宗禅法典籍就可知是错误的 凌木大卓教定,弹经,的著作还有使用,看心看镜,但是,大正藏,纸本第48册第2008经以及现金电子佛典第48册第2008经都使用 这新着镜,但是定会品还保留了,看心关镜,的看心 然而第48册第2007经不但做产品的部分还保留,看心看镜,甚至连定会品的部分也都使用,看心看镜,而不是,看心关镜 总之,现在定会品部分出现,看心看镜,而在做产品最初采用,这新着镜,但只用一次,之后又恢复使用,看心看镜,了 至于做产品部分的共有三组,其中一组是,看心,与看镜,分开的 可参考2010年12月8日搜寻六组谈经经文,看心看镜,比较其他点击而证明的截取荧幕图片档 副图3,现在定会品部分出现,看心看镜,而在做产品最初采用,这新着镜,但只用一次,之后又恢复使用 看心看镜,了 有关谈经古写本或看本发现时间地点,笔者所知的如下,敦煌本 1926年史吹庆辉在英国伦敦博物馆发现敦博本 1935年任子怡在敦煌千佛山发现敦博本任子怡旧藏本 1986年周少良在敦煌博物馆发现吕博本 谭经,2009年12月,吕顺博物馆在全国善本普查中重新认定兴盛四本 京都掘穿兴盛四,1153年刊本 但是比大盛四本先发现,惠心本系统 大盛四本,京都石川大盛四,1116年刊本,惠心本系统 日本居则大学出版的惠能研究一书,显示五本谈经对照 其中新圣四本的教刊,造成定绘品部分经文 看心看镜,被教刊成,这心这镜 如果大盛四本先被发现,也许学者会习惯用 看心看镜,而且教定新圣四本时会列入考虑吧 笔者认为经文看心看镜被教刊成,这心这镜 是受了1941年于锦博寿,第二禅宗史研究 的小鱼,盘经,考大鱼的影响 因为该书所列出的敦煌本,盘经,五种错别字之一的相似之物 就包含了看使者之物 这些研究成果当然会影响到现今大政藏第48册 第2008经的经文采用这心这镜了 因为现今研究六祖谈经或是出版流通大都依据大政藏 所以其影响是全球全人类的 希望学术界能注重此事而更正才好 此外,五本谈经对照为何用较晚的新圣四本来教定 而改看心看镜,围着心这镜呢? 是否因为新圣四本比大圣四本先发现而造成的 又早多少年发现呢? 从杨曾文教授,敦煌本谈经的学术价值 一文得知,敦煌本因错漏字太多 现通行的教本虽具会新本等做了大量修补教刊的工作 但还不完善,仍有许多读不通的地方 对《谈经》的形成和诸本的演变,还应深入探讨 对其中涉及的人物,历史事件,禅法思想等,还有许多不清楚的地方 六祖谈经,是研究惠能及其所创立的禅宗南宗思想的基本文献 敦煌本的发现,推翻了敦煌本事,天下孤本,的结论 将两本互效,将有助于对惠能和禅宗做进一步的研究 诚上所述,笔者认为如果参考大圣四本 就可改《者心者静》,为《看心看静》,而合乎北宗禅法的史实了 重读目前的文件,第二章六祖语,谈经,相关研究回顾 六祖谈经因为胡适的研究引发学术界的论战 也促成国学大师与佛学泰斗,教界,学界,甚至一贯道道场都很重视六祖谈经 二十一世纪的研究环境拜高科技电脑网络之次 可从谷歌,Google,搜寻引擎输入,六祖谈经,或是,谈经,惠能,惠能,进行搜寻而找到很多参考资料 这对了解学界或是教界先进前辈们的研究状况与成果是很便利的 通常搜寻结果的资料网页是依照被使用的频率排序的 可以此为基础在进一步搜寻佛学数位图书馆即博物馆网站及全国朔博士论文网站 从现今时代中找问题,在过去历史中找答案 希望研究不是以资料堆积为物 而是能从前人们的成就中找出需要解决的问题 进而完成新时代接棒式的阶段使命 笔者以此字免,并且尝试用电脑程式来分析佛经经文 以下依照切合笔者论文研究范围部分加以筛选 透过回顾历来研究成果,找出当代研究需要注意的面向 搜寻国家与佛教学术单位的网络资源所得的内容很多 笔者大致以五名之学来加以分类 这个灵感是来自菩萨藏经,说菩萨求法当于五名处求 亦顺法师在《佛法概论》一书也推崇五名 他认为五名中,生名,是文字,音韵学等,音名,是论理学,认识论,医方名,是医药,卫生学等,公巧名,是理论科学,实用科学,内名,才是佛法 如不能这样,怎能教化友情?菩萨的自立立他行,一切都设在这六度中 五名之学当然属于佛学内名的最多,语文学生名的次知,医学一方名属于教育,辅导,心理分析,安明聊户的再次知 而理则学一名与科学公巧名的算式比较不相关而难寻 或许版本考证,文字教堪与笔者利用高科技电脑程式分析经文之类就可数之 在谢清俊及林熙和传的小于中央研究院古籍全文资料库的发展概要大于一文曾提到 资料汇集后会产生新的讯息,经相互勾集参照,能发前人所未见,对研究工作非常重要 再加上可以用计算机做高速的检索和种种的应用和处理 古籍的电子化实施时古籍活出现代风貌最佳,也是唯一的选择 法谷佛教学院首页提供了一篇很有参考价值的论文 小于六祖谈经,文献考察之前探大于,其中文章短评提供了646项 但是尚未分类,如果能以五名之学分类,则更有助于后续研究者快速确定研究方向 可先用卧程式功能加以着色以注分类 因为六祖谈经的经文,看心,看静,不看心,不看静 或是,这心,这静,不这心,不这静,先设到文献与思想研究法 所以笔者将从历史文献学籍意理诠释学两方面,来进行经文用字的探索辩证 第一节版本与经文用字 本节在文献版本问题方面,将依序介绍法师或学者们的主张 共有十项,其内容含印顺法师,圣言法师,星云法师,胡适先生,黄连中教授,林崇安教授,杨曾文教授,黄产华教授,林光明教授,何兆清教授的主张,研究成果等 在经文用字问题方面,将介绍国内外法师或学者们的主张 共有八项,依序是胡适先生,丁福宝居士,印顺法师,潘崇归教授,黄连中教授,林崇安教授,杨慧南教授,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 假文献版本问题的研究 有关《大正新修大藏经》所依据的底本《高丽藏》是依据北宋太祖开保年间所开课的《开保藏》为蓝本,以及后来多次刻印的情形,请参考以下的内容 高丽国成宗年间,向宋庭求,开保藏,高丽王得宋,开保藏,后,即以此为蓝本于显宗二年1011克大藏经,直至1025年完工 此即,高丽大藏经出雕本 其后,高丽国文宗第四子一天,1055-1101,出家归佛,先后广求佛典于宋 辽籍日本,于宣宗三年1086勘克大藏经未收佛典供四千余卷,通称为高丽续藏本 其高宗十九年1232,蒙古军入侵高丽,所有大藏经版军于战火 高宗二十三年1236处境设立都间开雕,以高丽出雕本,续藏本及文宗年间所得知器单本护效,直至高宗三十八年1251时完成 简言之,高丽藏,共刻造三次,而仅存的在雕本,在古来各藏本中被视为经本 高丽藏,于1398年传入日本,日人即奉为归孽,现今著名的日本,大正藏,即以此为底本 现有明清诸藏本,房山石经本及元代僧人宗宝在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孝酬三种,谭经,一本,而成为宗宝本,谭经,及后来的明藏本,流行七百多年,故又称流通本 第一项印顺法师的研究所得 印顺法师佛学著作集是佛学研究很重要的资源 其中,中国禅宗史第五章曹熙慧能大师提到很多笔者没想过的问题 但是笔者注重的是禅法与物法解义以及依法修行 另外,在华语集第一册的《经孝顿黄本谭经》属于作产品内容的部分,可提供本论文,看心看镜,知辩证的参考 他认为,明藏本,宗宝本,文字通顺,虽修订的时代持一些,四地,广略不同,人相同的部分,仍可以用来改正,顿黄本,知托物 至于在经文校正方面举出要补或改及调整重组,甚至删去等四个主张 他强调是依,明本,补,或金补 不过,谭经原本,并非出于通人的手笔,没有文艺不全的,有的似乎是抄写而有了脱落 不能确定的,也不敢易改 从以上叙述可知不同版本的谭经可作为参照比较校正之用 而校正工作可说姿势体大,关心世人法身会命,不可不慎 所以应顺法师示范了佛教学者的谨慎态度与风范 佛教道场有书记在负责寺内外交通往来文书的工作 也许各道场的书记文笔造诣水准优劣不齐 经过不同时空的禅宗发展,甚至可能与佛教法难的威胁 避讳或者其他的风俗等因素 而造成用通通字、假借字或隐藏一些字变成经文脱落的事了 并顺法师的成名著作《中国禅宗史》第六章 谭经之成立及其演变 对于谭经、版本问题及演变情形 做了详尽的介绍,很值得参考 提道德一本,曹熙原本也依据此本与宗宝本的关系 他表示后者是依据前者的 第二项圣言法师的研究所得 具有博士学位又兼具禅宗林济宗与曹洞宗传承的圣言法师 在其名著《禅宇物》、《译书》所收录的27篇文章中 可找到六祖谭经的思想译文 在其提要的一开头就表明 谭经流传的版本甚多 本文不做考定 但是在注角第一项就有提到谭经版本考定的学术资料 举出有关谭经的考证 最早有日本的于锦伯寿传 第二禅宗史研究 第一篇《小于谭经考大于》 在中国有应顺法师的《中国禅宗史》 六章《小于谭经之》成立及其演变大于 此外 林木大卓、柳田圣山等日本学者 均对谭经做过考证的工作 有关谭经版本考证与经文文字方面 圣言法师认为 敦煌本、六祖谭经 是由六祖的弟子伐海所及 看起来敦煌本的应该比较可靠 而且宗宝编的六祖谭经 在文字上也比较通顺 可能是后期经过传、抄、润式而成 目前又发现曹西本 其实就是宗宝本的另一种抄本 以上三种文字各有出入 特别是敦煌本 其段落次第的衔接和其他两种版本都不一样 因此可以证明 这三种版本属于两个系统 但也不能确定宗宝编的六祖谭经 原始资料比敦煌本更晚出 第三项星云法师的研究所得 佛教四大名山之夷的佛光山 笔者参访过多次 也曾参加学术研讨会儿叶宿山中 开山宗长星云法师在六祖谭经谈话 一书中有精辟的见解 他认为 现代对于谭经版本的考据和研究者相当多 提到于景伯寿所作的谭经考 观口真大所作的禅宗思想史 1964柳田圣山所作的初期禅宗史书之研究 1967即我国学者胡适所作的谭经考 1931934与禅会和尚遗疾等重要著作 谭经的版本可归纳为五种 歌谎本 惠心本 契松本 德义本 宗宝本 其中据俊摘读书至文献通考 所载 惠心所编共有三卷十六门 现存二卷十一门 为南宋朝子建于其中所翻科 流传至日本 由京都枯川兴圣四在行刻印 而现在所说的惠心本 是指日本京都枯川兴圣四藏本 契松本与惠心本相距约89年 原代僧得一身感 谭经 为后人删略太多 失去六祖禅法的原貌 因此花费三十年的时间 便求古本后而堪印此古本 德义本 广州报恩四僧宗宝将三本和孝成一本 全义卷食品 明太祖洪武五年至成祖永乐初年寝 堪行大藏经 将宗宝本编入大藏 因此宗宝本就广泛地流传下来 至今对于谭经的版本 内容等 虽然多有争论 但是 宗宝本一直是明代以来最为流行的版本